人们常说 一餐食便是一场休息 一食一味 一餐一清 让我们随机而食 感受自然的馈赠 一起寻味 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又回到了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我是黄小厨 还是在夏天 还是是到更热的夏天了 现在我们集中到一个 非常厉害的时候了 我们入福了 这叫三福天 我们经常说 这三福天也够热的 而到了夏天最热季节 进到第一个福的时候 入到第一个福的时候 叫头福 也叫初福 我就讲我们中国 美食和节气 和食令之间的关系 太密切了 每到一个时候 大家会讲究吃个什么 上海头福混到二福茶 为什么二福就变成这么素了 我也不太懂 头福还有个馄饨吃 二福啥都没有 就喝个茶 到了杭州 其实离得也不远 头福的火腿 二福的鸡 三福来个金银蹄 什么东西呢 蹄膀 腌的和鲜的 一会儿烧出来的 金银蹄 想想这一锅 都觉得 蹄膀要配什么酒 配点黄酒 解腻的 不能喝冰啤酒 太凉的东西 之前咱烤串可以 撸串可以 冰啤酒要配上提放 这一肚子油全结在一块 也挺吓人的 到了湖南江西 头福来个鸡 头福吃鸡 二福吃鸭 三福吃个什么呢 吃个鹅 但是到了北方 尤其在北京就会讲了 这大家都朗朗伤口的 也是我们可以调笑的 头福饺子 二福面 三福烙饼 瘫鸡蛋 尤其这个饺子 饺子 饺子 这个东西 那就太厉害了 我们以饺子为荣 这个饺子是我们永恒的话题 我们不管到什么季节 什么实力 什么节气 冬至吃什么 饺子 头福吃饺子 出门 出门吃饺子 出门的饺子 回家的面 过年吃饺子 饺子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饺子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 非常的棒 饺子 弄个面皮 什么都可以包在里边 过年的时候 取饺子的这个谐音 骄子 预予着新旧交替 一年跟历年的这个衔接 大家要在这个12点 钟声敲响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 春节晚会 开始1987 晚上变方叮叮叮 大多 假的 本节目由妈妈爱做 孩子爱吃的 康师傅鲜虾鱼板面 独家冠名播出 清能在手 美食无忧 本节目由管理体重小神器 三元清能优烙鲁 特约播出 跟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做饺子最基本的一些方法 首先 面得先和 这个面其实醒的时间越长越好 饺子粉 饺子粉 或者其实就是 高筋粉 起码得是个中筋 不能是低筋粉 不是做饼干 做那个烘焙牛肉粉 因为它要起筋 那个饺子面才 才有劲儿 冷水和面 有的人还要往里加个鸡蛋 但一定要加点盐 就起面筋 然后揉 把它揉成面团之后 上面盖个T布 盖个保鲜膜也行 以前就是想弄个T布 弄湿了 盖的上面 放在这个肠门下 把它醒 醒个20分钟半个小时 再揉一道 可以再醒 其实醒的越多 这个面的弹性越大 它的这个面的筋越起得越多 饺子面和好了 就是馅儿 那我们就以最基本的猪肉馅 比如猪肉芹菜 或者猪肉茴香 打馅儿 每个地方不一样 有些地方打水馅儿 馅儿里要打水 还是用油馅儿 往里边放油 我自己是连水带油都要放 肉馅儿里放油 放水 盐 五香粉 有一样很重要的 放一点花椒油 放点酱油 放一点点酒 一点点料酒 调这个馅儿 白胡椒粉 大量的胡椒粉 要去掉这个肉的腥味 好 顺利方把肉馅儿打好 菜 你比如说白菜 出水的菜 如果出水了 那就把 稍微拿盐杀一下 把这个菜汁挤掉一些 要不它煮出来就太水了 像茴香或者芹菜这种 就不用沙水 但是 有一个秘诀 这是关键时刻到了 我们通常和馅儿就把肉和菜 放在一块就给和了 和完之后 然后菜开始就弄面 这错了 这肉和菜要分着放 不能和在一块 等你包的时候才和 而且你包一份你就和一份 别搁成一大盆 为什么 如果菜早早地就进到肉里边 盐一杀 那个菜就粘了 而且就出水了 这个馅儿就没那么清香 就没那么好吃 后完之后 尝着咸淡味儿 尝着咸淡味儿 以前老北京还讲的说 能闻那个馅儿的咸淡味儿 闻了也能闻住点那个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舔 所以我以前闻的时候 经常是这么闻 你看起来我在闻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舔它一下 擀皮这是我的绝活 我觉得我擀皮有段位的 非常高 一个剂子压完之后 它不是擀着 是瞪着 一个皮就六下 擀 擀一下的时候 擀皮上擀一下的时候 左手就拽下这皮 擀完之后 讲究中间是厚的 边上薄的要卷边 像荷叶似的 来包饺子 你可以包成圆宝形的 我妈妈包饺子的方法 是挤饺子 薄皮大馅儿 这饺子能用这样 一捏就是一个饺子 像个大馄饨似的 这个包饺子 煮饺子的时候 锅里边水一定要多 别水少了煮饺子 第二 锅里面放一点盐 滴几滴油 放点盐 让这个面 煮的这个面 不容易粘 放点油 它不容易粘在一起 用那个罩里 被儿顺着 一个方向脚 别的虎脚 尤其是刚一下的时候 新鲜的饺子 不是冻饺子的话 我建议点一次水就可以了 点一次水再开锅 飘起来之后 盖着盖煮馅儿 盖着盖煮皮 开盖之后 再煮上一会儿 看脚全浮起来 全胀起来了 那个白色的那个面粉 已经那个颜色淡了 就可以煮锅了 所以煮饺子 饺子配点蒜 配点辣椒油 配点醋 到口服的时候吃饺子 饺子有营养 家里吃起来简单 而且这一家人在一块儿 其实夏天很热的时候 吃盘热通通的饺子可以 饺子凉了也挺好吃 吃点凉饺子也可以 吃不完第二天还可以炸饺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中华美食里的排名 我认为应该排在第一名的 就是饺子 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种 不同阶段的美好寓意 反正什么事 搁到我们这个美食上面 一脸都能脸到吃饺子 同时中国这个饺子 也是特别的有一种包容感 不管什么东西都包在里边 不同的馅料 芹菜馅 白菜馅 韭菜馅 我还有个好朋友 是个音乐家 吕思青 他在庆导的 他做的是水馅 往里打大量的水 不好包 那饺子馅都是稀乎乎的 但是包好的时候那饺子一咬一口 里面都是水 带汤的饺子也非常好 还有墨鱼饺子 拿墨鱼汁 或者那点黑色的饺子 到了江南有蒸饺 到广东有水晶饺 虾饺 反正饺子我是真爱吃 一般爱吃饺子的人都属于什么 就是不是特别的讲究 说我一定要吃什么 因为饺子就一口一个 但是就是要不讲究那饺子 我不喜欢吃那个特别复杂的 那个香 我觉得就肉香 就那样吸引力很大 我们在大连吃那个 我特爱吃 哎对这个 那边都开始霸鱼 我是大连的女婿 我老婆是大连 我丈母娘去年过年 一整条霸鱼 切开如果翻开之后 拿捕鱼缸的勺子刮 刮这个鱼绒 然后什么呢 这不能割瘦肉了 一整块肥肉 剁了 就是肥肉和 把鱼 鱼肉柴嘛 就是肥肉和 把鱼 然后用韭菜馅 韭菜来挑 哎呀 想想都好吃 总之到了头福了 吃个饺子 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现在也特别想来一个 回想起来饺子 想吃我妈妈包的 饺子是中华美食 而且带来美好的鱼衣 把这个鱼衣 这个祝福也送给大家 小厨叔叔做的饺子像月亮 今天妈妈用咸虾玉拌面 能变出什么呢 可以像我最喜欢的彩虹吗 小虾超义吃法时间到 五彩冰粉面 哇 它们竟然变成粉红色了 好神奇哦 哇 它变成卷卷下了耶 妈妈煮面 好像在变魔法哦 三分半后 有惊喜哦 吃了妈妈做的这碗 五彩冰箱面 我就变成小公主嘞 好 我看你了 干杯 在烘红色里面 不离 快开 快取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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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